欢迎回到这周的SUG店 又带给各位每周的游戏新闻 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是粉丝史莱姆 我是黑白史莱姆 那这周有什么新闻呢 萨达传说王国之类 评分有媒体只给6分 是不是在搞什么东西 首先先来恭喜一下 萨达传说王国之类首发3天 全球销量就突破1000万份 这个数据包含了实体版和数位版 其中日本地区占了224万 并且是系列时尚销售速度最快的作品 当然Metacritic上 有不少各大权威媒体 都是压倒性的满分好评 不过因为其中一家游戏媒体 只给他打了6分 但是这点就让网友舆论直接爆炸 是的 我刚才去查看一下 目前Metacritic上 总共有94家媒体评分 唯独有两家 他给的分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7分和6分 其中6分的那一家 我有稍微去读了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对于《旷野之息》之前的 萨达传说王国之类 不只延续了《旷野之息》 开放世界的玩法 还因为现在的市场 大家对于沙盒类的游戏还是比较喜欢的 所以萨达传说也制作了更多可以DIY的玩法 他们认为王国之类 虽然给了玩家非常多的方式 来解决游戏动的各种谜题 这一点听上去确实不错 但实际上玩家获得的回报却不成正比 很多的内容在实际游戏的时候 会变得有一点点的多余 他们觉得王国之类 只是建立在《旷野之息》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动 最后他们也说 如果不喜欢《旷野之息》的玩家 那很可能你也不会喜欢王国之类 整个评测大概只有 结语说的是正确的 就是如果玩家不喜欢《旷野之息》 那也很可能不会喜欢王国之类 这很正常 不过这个评测者看起来是比较偏向主观意见 毕竟如果你从开放世界的杀痕类性的角度来看 萨达传说就确实做出了一些很不错的创新 对 我觉得它的机制其实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玩法却很多元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探索你自己想要玩的玩法 我觉得这一点 真的只有在《旷野之息》传说系列里面才能感受得到 所以我觉得哪怕你不喜欢这款游戏 单从这一点 都不应该打6分 6分的话确实有点太主玩了 对 6分的达分太过偏薄 网友们觉得虽然评测者可以不喜欢这个玩法 但作为评测机构 就应该把抛开自身的喜好去公正客观 和评价一款游戏 而一些人觉得Gfinity 只是想要借着《旷野之息》的热度来划众取宠 还挖到一些媒体在游戏发售之前 就发布攻略文章 指控他们疑似靠偷跑 来提前开玩好抢游戏发售时的流量 是不是在乘日度我自己也不知道啦 不过有意思的是 还有另一家比较为人熟知的媒体Kotaku 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就表示 他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给出王国之类低分的游戏媒体 原因其实还蛮有逻辑的 他们认为一面倒的好评 对游戏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的事 对于玩家而言也可能也是一种伤害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赛尔达传说这里的玩法 他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款游戏是为所有玩家而打造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品味和感受 他们也提到希望赛尔达的粉丝 不要因为有人给出了中等的评价就被激怒 或者是觉得说被权威给羞辱了 我觉得其实两方都好像没有错 不要带着有滤镜的角度去看游戏评测会比较好 你可以不接受但不代表说对方就一定是错的嘛 不过Koraku这个想法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真心的 毕竟他们是被任天堂黑名单的媒体之一 哦 还帮他们说话 对 所以他们没有拿到沙尔达 当然我们也没有拿到 不过也因为玩过之类跟旷野之类的差别不太大 所以其实有玩过旷野之类的人 早就知道玩过之类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了 这一点我倒觉得还好没怎么差 毕竟他们的差别也的确不太大 我自己身为一个没有玩过赛尔达传说系列的一个玩家 其实当我在第一次看到玩过之类的介绍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震撼的 我就说他的那种玩法我是在市场上完全没有看过的 他这代的玩法的确非常有创意 从游戏发售到现在一个星期 一堆玩家各种脑洞大开的影片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 我觉得单就这一点就可以奠定 他在这个领域其他人是很难契及的了 所以你说这是一个六分游戏 不管从哪看都不太可能 我觉得这一个分数应该就是很主观的一个分数了吧 的确这是非常主观的分数 甚至没有考虑到这个游戏对于整个游戏行业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它的定位在哪 不管怎样从Metacritic这种收集 各大媒体的平均分来看 目前还是比较稳妥的 嗯对 总之它还是一款很好玩的游戏啦我觉得 大概是本世代最好玩吧 说本世代可能太夸张了 大概是今年最好玩吧 今年最好玩 对大概是今年最好玩 我们TGA商界 好那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 KONAMI 怒告赛马娘 游戏恐面临官服 哦 最近KONAMI 动作评出啊 其中对CY GAMES提出告诉 指出旗下的游戏赛马娘侵犯了他们的专利选 要求赛GAMES赔偿并关闭游戏 KONAMI 也表示自己成语 赛GAMES一直在阶下 并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但事与愿违 目前KONAMI 已经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KONAMI 指出 在赛马娘刚推出时 很多人把他们的玩法和实况野球做对比 所以当时就已经因息讨论了 这个我还有印象 游戏刚推出的时候确实有这件事情 有这一系列的事情 KONAMI 是要求40亿日元的赔偿 外加赛马娘必须停运 除了赛GAMES的摇钱树被砍 这个IP也会直接暴死 哇 直接停运 而且还要40亿日元 感觉有一点点的夸张 目前赛GAMES的回应是 他们认为游戏并没有侵犯KONAMI的专利学 他们决定透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这些案子 同时也向玩家保证游戏将会持续运营下去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会不会到后面就突然被判说 侵犯了版权 然后就突然被停服了 这个结果还真不好说 我觉得非常有这个可能 毕竟当时赛马娘就有人在讨论 他们的确和实况野球的游戏模式非常相似 目前网友看起来还是比较倾向于SIDEGAMES这边 不过就是论事 真的不知道这结果会怎么样 对 如果SIDEGAMES真的是因为侵犯专利而被判的话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了对吧 司法公正嘛 但我是觉得赛马娘被关闭 有点可惜就是了 好那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 暴雪表示 斗阵特攻2PVE英雄模式没了 Po 没了 Po 就这样没了 就这样没了 怎么是怎么是 暴雪一乐在最近的Twitch官方直播 丢出重磅消息 由前任总监 PapaJeff Jeff Kaplan宣布的 斗阵特攻2PVE英雄模式 已经确定被取消开发了 当时在暴雪嘉年华2019第一次公开的时候 暴雪强调PVE模式 将会允许玩家扮演捍卫者的队员 在世界各地执行人物 PVE模式除了会有章节故事的动画之外 角色也有全新设计过的天赋数升级系统 就当时他们对斗阵特攻2推出时的一个承诺 其实如果他有PVE模式的话 我还蛮想去尝试一下的 因为感觉很新鲜 所以啊 现在这则新闻看起来就是一个搞笑 当时透阵特攻2会推出就是在全力以这个PVE 作为卖点才推出的 毕竟一代跟二代其实PVP方面差不了多少 就是从6人变成5人 然后多出了一些新英雄 新地图新模式 大概这样 所以啊 现在取消的理由是 制作人坦诚现阶段他们无法实现 2019年所立下的愿景 把这些内容打磨到足以成为 暴雪品质的程度 将会耗费他们很大的心力 因此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唉 其实想想也是理所当然 毕竟目前暴雪应该有三十几个角色吧 三十几个角色都要设计天赋数的升级系统 那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哦 不是一招一招的事情哦 对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他们是觉得 以这样的工作量 他们看不到结束的头 还会要制作多久 开发成本太高了 是吧 对 开发成本太高了 好可惜哦 不过官方仍然打算继续推出有PVE元素的 合作游戏模式 作为未来更新的一部分 大佐姐姐看一看会怎么样 嗯 好那下一則新闻 下一則新闻 DIM免费试玩90分钟功能 DIM更新了一下新功能 可以让玩家免费试玩游戏90分钟 DIM在前期年突然开启一下免费的试玩功能 和以往的试玩版或是两个小时退款大法不同 玩家可以直接下载游戏 并在90分钟以内尽情游玩完整版的游戏内容 不过目前只有EA的恐怖生存游戏 绝密意识源 重置版 可以试玩 这功能挺好的 比起以前的两小时退款 而且两小时退款严格来讲 它也不是一个试玩的作用 只是大部分人滥用了这个机制 把它当作退款来使用就是 对 所以现在他们正式推出一个试玩的功能 其实还挺好的 我记得印象中 这个功能会需要透过和游戏的开发商去沟通 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会多一份程序 对 这个是必须游戏厂商也点头说他们希望有这个90分钟的试玩功能 就同意过才可能会开放这种功能 没错 但像一些体量大游戏很多时候90分钟真的体验不了什么 对可能一个序章你到一边走出来就完了 对 可能最好的还是厂商自己推出demo 然后就把一些重点内容放出来 那我觉得可能是最好的 对啊 其实游戏厂商他们自己去制定一个demo出来 让观众去体验到他们想 曾经给玩家的东西 对对 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 这90分钟的功能也是一个额外的功能 我觉得有是不错的 比起大家以前滥用那个2小时的退款 那个本来也不是拿来当作一个试玩的功能吗 对 再看看之后他们会把什么游戏 放进这个试玩的列表内 目前好像就只有EA的这个绝命艺资源一款而已哦 对 所以希望他们接下来 还会有更多游戏厂商愿意开放免费试玩给大家 嗯 又或者是推出更多demo啦 那本周的SU一点就到这边 我是粉色史莱姆 我是黑白史莱姆 我们下次再见 下期再见